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4号星期二 这个沙特王储萨勒万跟习近平在这 谋划的东西啊 大到让人不敢消气 我看完之后有点愣了 那我之前知道他们在谋划一些事情 我也知道呢 这个中国和沙特呢 特别特别的合拍 天造地设的一对 made for each other 这个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计划之后呢 我觉得其实 我真的有点疯狂了 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 就是说太疯狂之后 都看起来都不像是真的 说是什么呢 他说今天这个每个媒体啊 就说说这沙特呢 不是这个要减产吧 要这个提高油价 说这也不是了完全针对美国 大家都说这是针对美国 说也不是完全针对美国 说呢他呢 也是这个不得不这么做 他要维持一个高油价 来负担的国内大规模开发项目的这个费用 说他国内的这个开发项目的引人太大了 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你听听啊 你看看 你看你能相信吗 他呀 比如说啊 其中有咱们举两个 里面比较大的啊 咱们做一个这个 了解啊 第一个叫红海旅游度假项目 说要在度假村区的这个水面上啊 要架起多个马尔代夫风格的酒店 要有这个造这种大型的人工湖 造成的就跟那马尔代夫似的那种 那种那种酒店 然后呢 这个红海旅游度假项目啊 这个就算就这个度假村吧 啊 你要有多大吗 嗯 你就有多大就够疯狂了 嗯 他面积相当于比利时整个国土面积 当然比利时也不是什么多大的国家吧 但是反正我觉得也不老小的了 是不是 这是在怎么在这在搞什么 这个就听着够扯淡的了啊 再听另外一个啊 另外一个也是巨无霸的项目啊 说整个这个项目要耗资5000亿美元 另外一个像不是这个红海旅游啊 另外一个5000亿美元 这5000亿美元什么概念呢 你听着不多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就是说去年的时候 这个欧洲战争打了半年 当时呢 就有这个专家就说这个欧洲战争结束之后 要重建整个乌克兰需要多少钱 当时预计呢需要3000亿美元 来重建的整个乌克兰啊 那达到了今年之后呢 这个专家们就重新的评估 因为今年之后发现打的就更厉害了 这个残垣断瓦的 是吧 然后呢就再次评估 就认为要重建整个乌克兰的 需要的4000亿美元 就是说整个乌克兰打成这样子 整个重建需要4000亿美元 他建一座城要5000亿美元 拿5000亿美元出来要建一座城 这座城什么叫建在沙漠中的 是一个好像就是未来这种风格的 这种高科技城市 可能跟亚安似的啊 要建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你说就建这么一个城要5000亿美元 就是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跟重建整个乌克兰国家 需要的钱一样呢 他是这样 你知道他面积有多大吗 像比利时 像比利时 你约纽约市够大吧 大大大 对不对 纽约市五个区对吧 就光一个皇后就很大个了 对吧 麦哈顿也 麦哈顿在五个区里都不算是最大的 对 但麦哈顿都够大的 下部那个斯塔腾埃了 那是一个岛啊 这整个岛 对不对 布朗克斯往沙漠都弄得多大一片啊 对不对 五个区加在一起就已经够扯淡了 对不对 你想 如果他疯狂到要建一个纽约 你是不是就已经觉得够疯狂的了 对不对 建一个纽约市啊 那他整个现在沙漠中这个来自未来的这种未来这种科幻的这种高科技城市 他的面积呢是整个纽约市的33倍 你觉得你能信吗 这不是胡扯吗 对不对 这不是成扯淡了 你知道吗 这在搞什么 我看完之后我都愣了 你知道吗 要不为什么要五千亿呢 你就想吧 他建个乌克兰那么个国家也就需要四千亿 对不对 他五千亿建一个纽约市33倍的这么一个城市 这个胡扯 你也没有这么多人呢 对 你想哪有这么多人 纽约市的话 纽约市常有人口差不多八九百万了 对吧 你一个北京 北京现在多少 我不知道 北京不知道 天津两千多万是不是 反正我那时候的时候 我不知道现在也许更多了 对不对 但天津也没有 纽约市33倍这么大 对不对 你哪有这么多人呢 我看完这个之后 我都愣了 我都觉得这个东西 这说错了吧 这不对吧 我觉得这个有严重的问题 他根本就 你就建了这么大之后 你往哪儿 对啊 没有人这个城市 你就建的再漂亮 如果没有人长期在那荒废着 他不做也都变成一个死城了 对不对 所以萨特曼王储要重塑 要整个重塑 沙特的自然地貌景观 就是说因为沙特就是一个沙漠 他不要 他不要那样 他要整个把它改变 就要在沙漠上 就愣建出一座绿洲来 建出一个城来 有点像迪拜那种感觉的 他是这么的追求 而要颠覆整个沙特的保守文化 说萨特曼现在提出来一个 叫2030年愿景 说要促进旅游和娱乐等行业的 宏伟的建筑项目 因为你要来玩 你总不能天天让人在沙漠里玩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得建一个特别 相当于建了几个马尔代夫一样 你知道吗 他就这个意思 要在沙漠上愣建一个马尔代夫出来 然后打破沙特的你外渡世界的这种隔绝 那当然了 这个东西为什么说他得跟习近平在谋划呢 他希望 就刚才说这够扯淡了吧 对不对 当然你说他如果建500年 你觉得也还行 是不是 你说500年之后 我要建成一个 对不对 你觉得也有可能吧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说说什么 在2030年 现在好 今年2023年了 扯淡吧 纯扯淡 你看之后你就觉得哥们 怪不得他现在往前冲的这么凶的 我就觉得 昨天晚上我说 你要让普京和习近平冲在前面 对不对 普京有6000个核弹头 习近平现在将近1000个核弹头 你让他俩冲在前面 对不对 拜登对他俩虽然恨得牙痒痒 但也不管怎么着 但是你有啥 你冲那么靠前 你是怎么着 你会飞 你是不是 对不对 你一定要弄明白这个事 你就非常的危险 我觉得有的时候 人还是要冷静 要一点点来 不能说一口吃个胖子 太着急了会出问题 他比较年轻 好像还不到40岁 真的是比较年轻 杀了这个王主 非常年轻 好像不到 是不是不到40岁 我印象里 要不就不到40岁 要不就40岁左右 好像比我还小 还小一点 我觉得真的是太疯狂 当然就是说 如果习近平就在这 就是说他要短期内 他恨不得七年八年 把一个城建起来 全世界来讲 就是说从基建 以前美国不拍了一个电影 叫什么2022 什么地球末日是什么的 你还记不记得吗 然后在那末日里 他不就是吗 要造什么飞船 要逃离地球 然后就让中国人造 因为中国人造的最快 别人造的都没有 都造到那么快 全球来讲 现在大家还是公认 就是说因为你要造 一座城市也好 你要造一个旅游度假村也好 这基本都属于这种大型 这就是大规模基建项目 全世界能够把这种基建项目 做得最快最好的 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真的就没谁了 其他人也能建 但是恐怕建不了中国这么快 中国真的神速 中国现在我看建一超市六天 八天就建完 是不是 你美国还不得建个一年 对不对 还有一点 就是说中国有一点 就是说有很多国家 非常的反感 就是什么 中国比如说来海外 建一个基建项目 我以前在纽约的时候 认识一个小伙伴 小伙伴从中国来了 在纽约 就是搞一个基建项目 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地围一围 围起来 拿那板子 他不就是在里面就搞建设 就都围起来了 围起来之后 整个这里面一个老外都没有 全部都是中国人 连洗衣服做饭都都是中国人 当时我还说 我说你们吃的 他是学会计的 学会计的 在他帮助作账 他们属于这种 就是办公室人员 办公室人员的话 是周末 周末 周六周日 两天是可以出来的 但是周一到周五 必须要在里面 就不能不许出来 但周六之日可以出来 然后剩下那些 就是说基层的真正干活的 那些工人是不许出来的 就周六周日也不许出来 当然反正每隔几个月 会带大家出来 组织大家一块出去 去玩一天 比如说你们 在纽约 可能去看看什么911的纪念馆 反正逛逛逛逛逛逛的 看到自由女神像什么 也会 但是每隔几个月 要统一的一起出来搞一次 那就属于下面的工人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们这天天吃的 你们这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吃的好极了 你们吃的还好了 我说你们 我们都从国内带来的厨子 专门从国内带来的厨师 给我们做饭 天天吃的特别好吃的 是真不错 而且官方广告 天天的量也大 然后一天给我们做三顿 早上起来就给我们做好了 他说他们可能有100多人 就是说连办公人员和下面 就干活了 就搞一个基建项目 有一百多人 当然这说话都是 我忘了11年12年的时候了 这都有10年11年之前了 然后 所以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中国人接的一基建项目 就是说连这个 而且他们还是这样 他们不有人带了厨子来做饭 还有人给他们做卫生 包括他们宿舍都有人做卫生 然后还有人给洗衣服 他们的 他都有 就整个的后勤保障工作 都给做好 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我就跟你说 就是说中国人出来 就搞这种东西 接了一基建项目 就是说连洗衣服做饭的 他都不用当地人 他真的是不给当地创造任何一个就业机会 所有的就业机会都给中国人创造 所以来讲 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很反感中国 反感中国都这么做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在搞一个基建项目 比如斯里兰卡和哪块的 我希望你来了之后 你不光在这搞一个基建项目 你还能带动我当地的就业 给我的一些低战人口 找一些工作 对不对 创造就业机会 但中国就完全不给别人创造就业机会 基本上就全都这么搞 但是这种东西 它有个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在中东行得通 这次卡塔尔世界杯 卡塔尔也是 中国也是 都是中国带过去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东他们国家比较富裕 都是这种石油 他的人口本身也不是很多 所以他对自己本国的这种公民 是非常好的 卡塔尔虽然那儿成就人口很多 但是真正的卡塔尔人 其实不多 很多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 所以卡塔尔自己的公民 是不干这种低级别的工作的 他们就是说 政府给他们想办法提供 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工作 非常好的这种待遇 他根本就不愿意干这种 工地上的这种工作 所以这种工作 你来了之后 你也要冲到不了 他也不需要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么你就雇一些 他那儿的外来务工人员 要不就自己带 他也不管 反正你创造的就业机会 也不是他的国民 他国民也不需要这种就业机会 沙特一样 沙特也是他整个国民来讲 福利待遇非常好 他非常的富的流油 你知道吗 所以他也不需要你创造这种 低端的就业机会 所以对于沙特来讲 最好就我给你钱 你就来了之后 你别跟我说话 你就都自己搞好了 然后你交开我能动 你就走人就完了 中国也喜欢这个 所以成功就是一拍即合 你懂得意思吗 就是说 我这儿也没有建筑工人 你就给我自己带 你知道吗 你看 确实你要找其他国家的 他有时候 他从自己本国 他调动不起这么多的建筑工人过来 有一些你要 比如你要找个法国建筑公司 你叫一些法国人过来 一个就是工资太高 成本太高 有些法国人还不愿意过来 对不对 但是中国就正好 所以就说 这个一拍即合 这个事 他就只能跟习近平谈 你知道吗 那习近平呢 也特别喜欢这个事 中国因为现在 自己搞的也差不多了 所以就肯定是向外输出这种 就过剩的这种产能 最喜欢出去给人 给人见点啥 你知道吗 啥都见 你说你见个井也行 你见个监筒也行 我都不挑 就这个图纸 你看你就倒过来 还是正着 都行 所以呢 但是我觉得就他这愿景 我觉得就习近平看了 也是一带懵逼 你知道吗 就跟那个当年 这个孙中山跟袁世凯说 说他要去建这个铁路 袁世凯呢 就觉得就是可以啊 您要建铁路 我们支持 您要建多少铁路 孙中山当时说 好像要占什么 十万公里的这个铁路 当时袁世凯就快懵了 都懵逼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最后中国 好像据说到了这个改革开放 多少年了 中国还没建出那么多铁路 就孙中山张开嘴就胡扯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当然你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人家也 反正人家可能真的能拿出几千亿美 人家真的真的就要建一个呢 纽约市33倍那么大的 那么一个地方 对不对 人家有这种远景和到的这个抱负 反正呢 不过这样来讲呢 对于习近平看来也无所谓 反正你拿钱 对不对 你说建什么 我跟你建什么 对不对 你说我 我们挣钱还嫌少吗 对不对 你就跟那个餐馆一样 对不对 你要那个你要买东西 反正我再给你想办法吧 对不对 做完 做完 再说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 我觉得也有可能了 他现在就是说初期是这么一个想法 等真 就是叫他实际落实的时候呢 我估计应该也不是这么扯淡 我估计他最后也就最多了 也就见纽约市一倍那么大 那么一个科技城市 就够纽约市五个区呢 多大呀 我的天 我觉得他也就这意思了 他不可能见什么 33个纽约那么大的 还有很多比整个比利时国家那么大的度假村 都听着 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相信 反正我听完之后 我是不太能相信 好不好 咱们拭目以待吧 反正这个 当然了 你也不能说这个中国完全都满意 有一点中国不满意 当然现在他们也谈妥了 就是什么呢 中国想要就是说你建这东西可以 你用人民币 但现在也谈妥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没有 他没有中国贷款给他 借给他 然后他拿这些钱 去付给中国的基建项目的工资 然后他卖中国石油 中国再拿人民币给他 他再把它签这钱还了 所以现在简直 就不知道 中国都不知道往哪找这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去 你知道吗 咱们看看吧 反正一个就是说 现在有几个都是我们特别想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的 一个像是亚安 对吧 亚安也是要建一个这种巨大的科技化的这种未来的城市 当然很多人就说亚安到时候人哪来 人 我觉得你在中国你担心人吗 对不对 反正咱就这样 就是亚安最后如果我不知道他将怎么画 假如说亚安画到北京了 对不对 就画给北京 跟北京一样 那二话不说 比如说你来了 你创造就业岗位多少个 然后你在这买什么房子 然后给你北京户口就完了 你懂不懂 那你来多少 而且我不管你原先什么户口 你原先哪怕是农业户口 你来了 我也给你北京户口 对不对 所以对于老贡来讲 还怕亚安没人吗 对不对 我就光给你北京户口 你得进来多少人呢 对不对 那三四线的 那小城镇 那么嗡的一下就 不当然了 你不能这么给 不能说来了就给 来了就给 可能要设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一种 你要创造多少就业岗位 或者你要投资 怎么着 你要就是那样子的 我觉得再给都 那都会来很多很多人的 对不对 你现在北京的户口多大 我有一个 我一个远方亲戚 拿那北京户口吗 我那一聊 好我一听 那北京户口拿的 比绿卡还难拿了 是不是 我说真的 你拿一个换个美国国籍 都没有那么难 好 拿个北京户口那么难 我的天 我就真的觉得 我就觉得 你付出这么多年的辛苦和努力 你为什么还不移民 我觉得 是吧 咱们把最后终于拿到了北京户口 还挺高兴的 但也是 算了 好 我怎么知道了 咱们看看吧 但是雅安我是不担心 他没有人 你知道吗 因为中国三四县的小城市 还有拿农村户口 想换城市户口 人多了去了 北京光给个户口就过来了 但是你沙特 你建这么大的城市之后 你最后怎么去填充它 你难道最后 也要中国人过去 帮你 这怎么 要变中国人殖民地 是吗 我也不担心 沙特如果说 中国人来了之后 你在我这投资怎么着 然后我给你一个沙特护照 给你换一个沙特国籍 我觉得也能去不少人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哎呀 不然怎么着 咱们拭目以待 我跟你说 我听到之后 我是不信 我觉得他这个愿景 过于宏伟和壮观了 最后实在难以实现 最后能实现个十分之一就不错 好吧 但是不管怎么着 他俩算是一拍即合 还有一点 说我的话 比较 说的话不该这么说 但是话比较冷 就是什么 对不对 你 我 对不对 你就是真的 我就经常说 这个是顺天者背 逆天者亡 对吧 所以 反正 他年轻 年轻 有的时候 就是年轻气盛 这个 想法也都特别的 这种 就是说高远 这么说 对不对 有远大的 这都不能算理想了 有远大的梦想了 就是 他真的是 咱们 不怎么知道 咱们拭目以待 咱们祝福他能够成功 好不好 祝福他能够成功 因为 你看抖音上 经常你要一刷 就刷着迪拜的那些小视频 你看了之后 真的是就觉得疯狂 这城市 对不对 漂亮 比纽约还漂亮 是不是真的是比纽约建的还好 比纽约建的还现代 还漂亮 我就在想 沙特要建一个 沙特他现在想法 就是说迪拜那样 他都不能接受 他想建一个 就是说比迪拜 还要再先进 20年 50年 就是说他认为 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 这么一个城市 反正我们也想 看看就最后他几千亿投进 到底建成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 我的天 一个就是 海事山 不能不好 说海事山 好像又说人家 干不成一样 是不是 但是反正就说 说这意思吧 一个 我的天 一千零夜是那么一个城市 但是祝福他吧 我们希望他能够成功 到时候我们也看看 到时候跟亚恩比一比 看看谁更疯狂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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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